在今天大约11点半左右 嘉义市的高铁大道有一辆小货车突然间起火燃烧 驾驶立刻停在慢车道下车查看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 有一名男子他开着这个小货车 那么车上载满了半公里 行经嘉义市高铁大道的时候 他闻到了烧焦味 没过多久车子冒烟起火 他也吓一跳赶紧跳车 而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锦销货报之后赶紧到场灌旧 这名驾驶车上的载的都是半公里 他也不晓得为什么车子居然会起火燃烧 幸好无人伤亡 全安目前锦销还在调查 春节要返乡 记得要抢票了 因为明年的1月18到1月30 高铁有加开442班的列车 12月21号的凌晨有开放多系统订票 台中的高铁站就特别表示 春节的人潮真的很多 记得要先购票 配合明年1月7号到2月4号的补班日 分别都会再增开三班北上的列车 而将在12月21号到1月6号开放购票 所以如果是拿这个长期票的旅客 将在1月20号到1月29号期间 搭乘自由座 并且可以展颜10天的效期 这几天天气真的好冷 寒流发威寒流报道 但是却是外送员接单的好时机 就一名外送员贴出了他一天的这个明细单 跑了11个小时赚了6300多块钱 他也说现在的月收入算算可以达到12万了哦 数字曝光让民众直呼 好像应该要换工作了 天冷又下雨 单量变多 很多外送员也是赚到了寒流财 这两天寒流来袭 全台有感有些地方地温下探十度 民众不想出门 反而这是外送员接单的大好时机 网络疯传一张聊天截图 一名外送员贴出细节单 12月17日上班时间 11小时27分钟就赚进6300元 有人还回复他不冷吗 外送员反问什么叫冷 时间已经是深夜11点52分 甚至还说出自己现在月收入12万左右 让不少民众听得惊呆了 我照这数字来看的话 我觉得我该换工作过去 我觉得很多 如果这么频繁的跑 然后他又刚好可以规划 他自己的外送的行程 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话题持续发酵 网友表示其实越南加下雨 就等于单量多 但也有网友认为这是假图吧 目前机制达得到这数字吗 自身外送员透露一单 最基本40元加烫次奖金 一单大约50 60元 刚好这几天有倍数加码和特别加码活动 有机会每单80到100元 一天最多可能跑40到50单 单日6000元真的有可能 单月收入部分态度比较保留 非常非常非常困难 几乎不可能 比较合理的数值 大概是8万块7万块左右 天气酷寒民众待在家 不想出门外送生意顺势报单 虽然超级辛苦但也成功大赚寒流财 接着杨氏去杨宗燕台北报道 好持续来掌握上月24号 在苗栗院里的警方接获报案 有男子到大卖场搭讪女学生 警方获报派出了七名远警到场盘查 男子也是被查获有大型的辣椒喷雾器 双方爆发口角冲突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宇文 好主播那么在大卖场内 清明远警将一名男子围住进行盘查 更在他的口袋中搜出了大型的辣椒喷雾器 被盘查的男子非常生气 不断的质问远警凭什么 那么警方也说明来意 先带你来听警方的说法 事发就在苗栗院里 上个月24号 这名男子指控他去逛大卖场的时候 突然被七名远警包围 也没经过他的同意就搜身 那么事后警方回应 因为当时有接获报案 那报案人士指称 有男子在卖场内搭讪女学生 不过男子也指控 当时问远警发生什么事 却没有得到良好的回应 那不断要求他拿出的身份证 但是这名男子是强调自己 没有搭讪女学生 那么事后警方确定是误会异常 才将这名男子放走 不过这名男子认为警方已经违法 那要对警方进行提告 那么上大声为 掌握到最新情形把神镜头交换棚内 持续来看看了 这个是武林农场今天上午测的最低温度 是-1.5度 虽然没有飘雪 但是像是银白世界 而就连叶子都提前染红 让很多人都说虽然天气还冷 但是依旧还是觉得很漂亮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